倒入芒果汁芒果丁 夏天来一碗羊汁甘露好消暑 但这不只能喝还能入锅 青菜猪肉蛤蜊通通下锅 变身羊汁甘露火锅 更精彩的还有这一位 自己DIY撒巧克力粉 再加上鲜奶以及鲜奶油高汤 浓醇香提拉米苏火锅 你敢尝试吗 可以接受我觉得蛮特别的 应该是还蛮符合这个季节 如果是果香味的火锅的话 那应该可以尝试看看 因为这样吃起来那个汤头 应该蛮有特色 应该很清爽 炎夜夏日应景的羊汁甘露 摇身变成火锅汤底 以鸡大骨高汤为基底 加入芒果丁 橙皮 椰奶 牛奶 最后再撒上益式香料 芒果香气让猪肉海鲜 吃起来更加鲜甜 另一头提拉米苏锅 牛奶高汤鲜奶油 再以可可粉点缀 类似巧克力牛奶锅 肉质更加鲜嫩 小朋友也很爱 肉搭配到羊汁甘露的话 肉会比较有鲜甜的味道 那也可以提升出羊汁甘露 它原本的汤底的一点甜味 我都会建议煮海鲜跟猪肉羊肉 比较多年轻人喜欢 年轻人的话 其实大概在20到30岁中间 其他米苏锅的话 其实偏向于30到40岁 就是会带小朋友来 甜点入锅闻着鲜甜 吃着不死咸 挑战爱尝鲜的消费者 全台唯一甜点锅物 但这还不够喜景 脸皮黑色整只甜蛙下锅 肉质细嫩带有嚼劲 可与肌肉相匹敌 配上中央材清淡汤底 视觉味觉大震撼 噱头应该比较多吧 因为真正会去点一个 全蛙煮到熟 旁边人这样看 应该感受也会觉得很残忍 可能比较清爽的火锅吧 比如说柠檬香茅 特色火锅好吸睛 在火锅店还能吹冷气 饮料冰品吃豆腐 让暑假夜机全长一豆两全 国公们赶紧手刀下定吧 欢迎新闻客观传播 非台北报导 最具爆点的正式内幕 攸关荷包的财经动态 解析社会万象 探讨国际大事 周一到周五 晚间十点请锁定 还有一把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下转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观看